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講到這個陳姐 這個天生立直男子氣 所以十六歲就出道 但是因為還小出道 是 妳就覺得說那個時候 其實還滿小 還覺得自己滿任性的 我現在回想 當然覺得是有點任性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客觀看 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 他就沒有經過任何的 社會的磨練 他就進到一個 這樣子的畫畫世界裡邊 就難免會犯錯嘛 是 而且有時候也會緊張啊 其實我不是一個演戲 會緊張的人這樣 妳不緊張 我不會 我不太會 他會選我去演戲 就是因為我態度很自在 那為什麼有一次 演朱彥平導演的戲的時候 要有有沒有要色誘方正 結果妳竟然大哭 那鏡頭其實是戴我的背 從我的背後拍 那我就穿了一個 寄一個圍巾 大圍巾 就是洗澡那個大毛巾 然後就裹著這樣 那我就從鏡頭上看 就看到我背著鏡頭 可是面向他 然後我就把圍巾這樣打開這樣 就觀眾看了就說 方正什麼都看到我了 這樣這個意思 那可是其實我是可以穿 裡面穿著露背裝 短褲是都很密實的 但是我就沒辦法接受這個觀念 我說我就哭了 我就現場哭了 我說這怎麼行啊 這怎麼行啊 回家會被爸媽罵 對 然後就全部都停下來 就一直安慰我 然後朱彥平導演 其實到現在那個連帶保守 幾十年了 他到現在也都會 其實現代看還真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我現在也覺得沒什麼 後來有一次 有一次李安導演到台灣來選角 或是哪一部戲要選角 《隱石男女》 她第一部戲嘛對不對 那個角色 對 她又有 就是楊桂妹那個角色 不是 是那個 金樹梅嘛 張愛家演的那個角色 《隱石男女》 《隱石男女》 不是張愛家 是 她有演那個角色 她有 是那個角色 她是演龜雅雷的女兒 對 然後我就去 《隱石男女》那個角色 可是我看劇本 然後我就看一看 我就說 我就因為演一下 你還要跟導演 導演也要跟你溝通一下 那我就演完 我就說 結果後來她就跟我聊天 我就說 我覺得這個角色 因為我演很多類似的 我就覺得好像 不是很有挑戰性 然後 結果 當然後來就不是 的確不是我演出這個角色 然後後來很久 我現在《隱石男女》 就是好幾個角色 好幾個演員 那後來我《隱石男女》 就很賣錢 就演非常賣得很好 大紅那部戲 那 就有朋友聊到 就講說 陳雄雲很瞎耶 你看他 重大導演 給他演出 他竟然跟他說 那個角色 我覺得沒什麼挑戰性 因為我演好多這樣 就是 就是好像說 我比較隨性 但是我覺得演戲 真的要 我比較喜歡演好像不一樣的角色 所以 所以你二十一歲 就拿到巴拿馬影展 最佳女主角 是 你那個時候 你就二十三歲 就選擇出國留學 是 那就有一點 因為那時候成了一些牆 對 其實等一段 那一段時間 我就沒有演戲 因為我就覺得 我演戲很累 然後我也不喜歡那個環境 演戲的環境 有時候真的是日夜顛倒 什麼生活很不正常 所以我就剛好有這個機會 到紐約去看到這個學校 那我就 到紐約 紐約 對 美國紐約 看到什麼學校 就是藝術跟設計學校 那我就很喜歡那個學校 然後我就 就開始試試看 想要升級這個學校 我想說去念書 那你學歷那時候夠嗎 你不是十六歲就出來演戲 有在念書嗎 我中間有段在去 我爸一直跟我 上了很多很多學校 轉很多學 對 所以後來拿到的最高學歷 是高中 其實在台灣 我的學歷很殘缺 你知道嗎 但是我用一個 特別的一些生情 作品 因為我有作品 我們也有考作品 然後還有我台灣 有很多漂亮的資歷 我有很多演繹的 很漂亮的資歷 美國會接受這個 對 那所以我 因為這樣子還有託服 你這些成績都要考 這些通過了以後 我就去念這個學校